又来到怀孕事业通的单元 今天要跟你聊聊 户国神山台积电 抛出了震撼弹 宣布董事长刘德英 他不会参加下一届董事的提名 然后明年股东大会之后 他要退休了 他说过去30年在台积电 是一趟非凡的旅程 现在希望退而不休 他要以不同的方式 来回馈数十年的半导体经验 这个消息一公布 好多的网络商民都非常的惊讶 有人很羡慕 恭喜刘德英 人生圆满 当然也有人觉得说 刘德英董事长这个位置 没有坐多久 怎么就退休了呢 阴谋论派则是在猜想 是在斗争吗 这跟美国有关吗 大家都知道 台积电在美国厂市一波三折 亚利桑那州建厂还缺工 那么跟美国工会也爆出了纠纷 这一头拉苦的问题 接二连三的引爆 有人觉得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这个是刘德英的决定 他也说服董事会成员 没有人反对这件事 结果没有想象中顺利 明明评估计划可以更加的完备 明明资本支出应该要扩大 至于建厂延宕 工会等等的问题 这早就可以预先做好准备了 但是通通都没有做好 所以有人觉得说 刘德英他确实应该要下台 应该要负责 当然这些都是揣测 那么现在重点是 刘德英他灰灰衣袖 高歌离席之后 谁要来接棒呢 台积电提名级公司 治理纪永续委员会 他们推荐的就是副董事长 魏哲嘉来接任 这个人选似乎是不太意外 早从六年前 张周摩他就是以双手掌的模式 要来布局接班 也就是说刘德英他担任董事长 那么魏哲嘉是担任总裁 对外刘德英负责政府关系 而对内魏哲嘉他掌握了营运方针 原本有人看衰 觉得这样子会出现双头马车 没有想到两个人配合得非常非常好 让台积电市值成功暴增 而明年之后 刘德英他退休了 如果魏哲嘉他真的接任 那么台积电的双手掌制 会不会因此走向终结呢 除了魏哲嘉之外 第三代接班团队 被点名的还有谁呢 首先有这个侯永青 他的呼声很高 他也在今年初接棒刘德英 成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理事长 另外多次创下台积电 最年轻主管记录 金元厂营运副总经理的王英朗 他也被看好 至于非常疼老婆 曾经送2000张台积电持维的秦工 秦永佩同样很有希望 进入第三代接班的团队 然而人事变动 未来会不会一帆风顺呢 现实状况是什么 台积电的未来真的挑战不小 首先国际的竞争对手 大家都在摩拳擦掌 要来拼什么 二奈米 像是三星 他已经向潜在各户展示 二奈米的技术 然后说如果台积电 要在二奈米晶片 采用这个炸集全环 GAA电晶体架构 那么三星也可能会跟进 他们自己都说了 FinFET很难找到进一步的改进 所以三星可能要跟台积电看齐 要留意的是 如果台积电主帅换人了 二奈米量产进度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4奈米的研发量能 又会是如何 这些都是后续关注的重点 而同样紧追台积电 还有美国的英克尔 他们的18A制程 预估明年第一季要试产 至于国际客户关系 维系方面 这当然也是新一代台积电 掌门人需要做的功课 无论您看到是这个超微啦 辉达啦 苹果啦 甚至英克尔等等 他们这些大客户都必须要维护好 甚至要拓展好关系 才不会影响到这个产能 另外领导层如果是大风吹的话 那么子公司当然也要留心 像是创意 精彩 这个彩域等等 他们的动向都必须要留意 最后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国外建厂计划 会不会更加的顺利 又或者更加的寸步难行 投资金额比例要不要调整呢 美国建厂会不会这么积极 这都是未来的重点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十九号投下震撼弹 宣布明年股东会后退休 虽然台积电将推举总裁 魏哲嘉参选下任的董事长 但外借开护国深山的口CEO制 还是会延续 传出创办人张周摩 心里也已经有了人选 他额外也可能找其他人做CEO 那就像我们是觉得 就比较有可能的情境之一 就是他另外又选三个 来当CEO的候选人 毕竟从二零一三年 张周摩宣布台积电 进入共同执行长时代 至今已经延续十年 接下来呼声最高的人选 分别是今年才刚接下 刘德英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 理事长要务的资深副总侯永青 还又被张周摩誉为 台积电总工程师的 勤工勤永沛 还有执掌关键 研究发展资深副总米玉杰 旁边的幕僚跟他的团队 那这部分能不能更加强 那到时候比较好判断 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这部分加强 那我想这部分加强 不只是对台积电 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不过就算选出口CEO 总裁魏哲嘉今年也年近七十岁 下一代接班人也陆续到位 包括现任台积电金源厂营运副总 廖永豪 佐证日本雄本建厂有功 还有张周摩七月回娘家时 特别点名好像双胞胎 常常到家里做客的爱讲张宗生和王英郎 一个推进二奈米 一个亲自督居美国厂 所以工厂端的营运 然后以及做制程的开发 本来就是台积电的核心 这种TEC公司 其实大部分都是RD技术 营运相关的人去接的比较多 目前他们美国的进度 还有日本的状况 也都大致会按原来的规划继续进行 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半导体龙头 世代交接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同样备受瞩目的还有鸿海 在这两天他们宛如是喜三温暖 有喜事当然也有令人担心的坏事 我们先从大家爱听的好消息讲起 首先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刘洋伟 他非常非常厉害 跟这个苹果的实行长库克 OpenAI的创办人阿特曼等等的11个人 一起入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 全球年度人物 另外鸿海也宣布要冲刺3加3新事业 在中国市场的布局 那么这个3加3是什么呢 第一个3您可以看到是产业 这包括了电动车 数位健康 而机器人 至于另一个3则是核心技术 也就是人工智慧 半导体 还有新世代通讯 要布局这个3加3要砸下多少钱 大概是52亿台币 要来设立富士康新事业发展集团等等 那么好消息讲完了 接下来讲讲坏消息 美国政府把13家中国公司列入 这个未经核实清单 被点名的有什么呢 像是这个北京盛博协通科技 还有广州信微交通等等 其中要注意的是这两家 天津复联精密电子 还有南宁富贵精密工业 这两家公司都是富士康旗下的子公司 或许有人对这两家公司比较陌生 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呢 一间主要是做伺服器 云端预算产品等等 而另外一间主要是生产电子书 智慧型手机又或者是GPS等等 那么现在他们都列入了黑名单 这会怎么样 首先要知道未经核实清单 是美国用来阻止敏感技术 或者是商品 不要落入对手 敌人手中的其中一个工具 那么现在富士康这两家子公司 被盯上了 代表说美国他们出口商 必须要进行额外的净值调查 而且可能要申请更多的许可 手续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麻烦 如果中国政府 他们阻止美国官员对这个未经核实清单的公司 进行现场检查的话 那么美方将在60天之后 将会下重手 纳入更多限制的实体清单 除了美国政府祭出这一招之外 富士康在中国国内 也被人称这位女版郭台铭的王来春来警咬 有在关心产业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这个王来春 真的是个狠角色 他是从富士康的打工妹 摇身成为助于跟富士康对抗的董事长 这几年他们都在抢红海的大单 而最新消息是 他们已经买下了美国微信联合半导体 在北京 在山东德州的两间厂房 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完成 那么不知道富士康会不会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受到威胁 要知道力讯 他们现在已经是iPhone第二大的组装厂 那么现在更是不断的出手 成为富士康最强的竞争对手 连核硕 他们都不敢掉以轻心 进入年末 赶订单之际 美中大战持续延烧 美国政府19号 再把13家大陆公司 列入未经核实清单 赫然经见 富士康旗下两家子公司 也在名单之中 分别是天津复联精密电子 和南宁富贵精密工业 被纳入未经核实清单 代表向这些名单出口产品之前 美国出口商必须进行额外的调查 也可能需要申请更多许可 要是外国政府阻止 还可能被列入限制度更高的实体清单 现金制程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目前看起来 应该也不太会去冲击到 有关于这个苹果接单方面的 这个营运的一个影响 但是未来长期来看 如果被列为清单的这个子公司 越来越多 那会不会改变苹果 这个跟他下订单的态度 这个部分就有待观察 短期间影响较小 但就怕情能再扩大 对富士康来说 在中国大陆还有另一个隐忧 十月苹果执行长库克 才亲自参访力讯工厂 一旁陪同的短发女性 就是力讯董事长王来春 当年还指示富士康打工妹 如今不止变身女富豪 还不断劲逼富士康 近期更大动作买下 美国晶片大厂 在大陆的两座封测厂 强化和苹果合作 成为iPhone第二大组装厂 看得出来力讯的野心在于 是不是要拿下 整个中国手机的市场 那至于苹果的部分 会不会因此而影响 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待观察 富士康父辈受敌 加上敏感政治因素 难免数大招风 这几年鸿海也不是省油的灯 加速在印度墨西哥布局 分散风险 也想借此抢得更多商机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九点准时开讲 中文字节目 定人 林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等等 感谢观看